新加坡张一国际机场 以连续六年被专业机构评为世界顶级机场 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设施 如免费电影院、蝴蝶院、屋顶游泳池和24小时温泉浴场 但机场的清洁度和效率这是普通旅行者最能注意到的 它是这样子的 新加坡张一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去年接待了6220万名乘客 它是亚洲航班的主要枢纽 机场有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设施 在第二号和第三号终端有免费电影影院播放便利 一号航站楼有一个屋顶游泳池 游客只需花费17新加坡元 约合13美元就能进入 它还有按摩浴缸、银浴和酒吧 三号航站楼有一个以上世纪60年代为主题的美食街 模仿了新加坡举世闻名的小贩摊地 街头小贩在这里以低廉的价格 烹着当地特色菜 所有的后机楼都有大量的花园和自然景观 新加坡称自己为花园中的城市 因为到处都是公园、花园和绿色植物 二号客运大楼的金里池 在三号航站楼的蝴蝶花园 游客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一千多只奇特的蝴蝶 然后在那里停留 这是机场的最新航站楼 它于去年时又开业 现在拥有越南航空、国泰航空、速度太平洋航空、大航航空、春秋航空和亚航的航班 它的设计目标是每年运送1600万乘客 四号航站楼的概念 根据通讯总监丹尼斯伊姆的说法 是将机场其他航站楼所有最好的元素都整合在一起 并尽可能地打造无缝连接的体验 它的造价为7.375亿美元 采用了大量尖端技术 达到了一种非接触式体验 四号航站楼的气氛很轻松 感觉就像一个你可以到处闲逛 或停下来喝杯咖啡的地方 安逸舒适地休息去 这个植物和雕塑花园坐落在商店的中央 这个植物和雕塑花园坐落在商店的中央